看看新闻网 亲切挥手匆匆走进影厅 相比之下倒是准妈妈姚晨比较大方 虽然已经怀有五六个月的身孕 小步也明显隆起 但姚晨还是热情地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 有了一众圈内好友的鼎力支持 三位主演男主角宣传起来 自然也是格外卖力 这部一向内敛的张寒宇就在现场 竭心为大家表演的京剧《肇事孤儿》悬断 以得全场掌声雷动 眼看着搭档如此卖力 一旁的黄渤有些坐不住了 这部他就拿出了老本行舞蹈抢回了风口 没想到黄渤一曲舞弊 却为刘燕引来了不少粉丝 气得他当场发怒 好 来我们一二三往前让 我先请问一下 你们是上来占便宜的还是上来占便宜的 您千万别以为 蒸粉吃醋就是三位主演之间的常态 瞧 虽然刘燕的生日已经过去了24小时 其他几位搭档还是精心的为这位新货风的微博沙发哥 送上来沙发造型的蛋糕 尝面十分温馨 而在第二天 三位影帝齐齐来到上海宣传 东北汉子刘燕还调皮的用自创的无浓软语在接受专访 而这个形象与他在新片《厨子细子痞子》中扮演的汉奸厨子一角颇为神似 和刘燕一样 另一位金马影帝张韩宇这次在片中也有了彻底颠覆 曾经的银瓶硬汉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了一个拿枪拿掉的奸细子 需要你入戏 需要你完全相信自己演的这个人物 当你扮上以后 穿上那身衣服站在那个规定情境 站在那个环境下 你就把自己其实幻化成了那个人 说到这里一观中不免疑惑 演惯了痞子的黄渤这次会有什么突破 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还是导演管虎 我这样说啊 我这样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吃惊 就是 韩语流液都是本色出演 黄渤一定不是你看上去那种痞子形象 我能告诉你的秘密就是 我太了解他们了 我觉得他们所有的表现出来的 包括蓝语啊 骨子地之类的 他给你们的都有作态成分 那么他唯一要实施的就是 南克福就是把以往的表演体系啊 成立了的表演体系 荣誉什么全身啊 像一大男孩 像一高中生 大学生似的 咱们放松下来好好玩一次行不行 我们做的就是这么件事啊 所以黄渤会有惊喜的 有了大导演的鼎力支持 也难怪黄渤面对新天地记者的提问时 显得信心满满 张寒宇十分 刘烨十分 我九十九分 九十九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就你比他们两个加起来还高呢 没有 就满分是一百分之的嘛 不过自以为对另外两位主演 知根知笔的刘烨这回就有些失算了 他俩 他俩 他俩肯定特别不正经 都是十分 然后一半分 我估计这种 但我就是非常正经 对 那你正经的给你们三人打一下 我觉得他俩都是九点五 我是九分吧 为什么就是他俩的分比你高 然后每个人都欠缺了一些呢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永远是 就是你看完自己的东西 你会留很多遗憾的 然后看别人东西的时候 你没发现他还会那么想那么做 你会有很多惊喜 而电影《夜问终极一战》 本周也在香港举行了手艺事 夜问的传奇人生 一直是电影人青睐的题材 之前就先后有 真子丹梁朝伟 分别在夜问和一代宗师中 塑造夜问形象 这番黄秋生的夜问 自然免不了与两人对比的命运 对此黄秋生表示 三个版本针对的是夜问的不同侧面 所以演员们没有必要一针高下 可能比较 三人演的都不一样 三人方向不一样 是东南西 东南西北 而被问及夜问晚年生活 除了功夫之外 是否会有感人戏码上演 黄秋生谦虚地表态说 戏感人那都是编剧的功劳 大概是属于剧本的 剧本型的好 陈小春在戏里饰演夜问的徒弟邓生 在谈极新片之余 陈小春也不忘分享他即将为人父的喜悦 言谈间陈小春竟显好男人好爸爸本色 据说他相当包容太太硬彩儿的坏脾气 还表示自己已经开始研习亲子书籍 认真程度不书看剧本 我常常在在那里面说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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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咱们说 哎呦 给我 因为你有听他们说 是原来是有帮助的 就是到某一个月 给一点声音给他听 不停的不停不停 他就会慢慢出来就有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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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在看书写了一些对小孩子的父母 跟那个小孩子那种怎么称子的东西 去看很多书 就画下来画下来 好多看剧本一样 虽然距离云彩儿的产期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陈小春已经计划周详 比如他决定要进产房陪产 但被问及是否会亲手捡下宝宝的期待时 陈小春一下变得不自信了 因为他生怕自己手艺不好 捡得不够完美 我一定会进去 可是你说捡那个东西 刚才也有人问我 也有问题 捡的话 他们说捡得不好 就出来那个肚子是保干 如果捡得不好看 他们找的是专业医生去捡 他们捡就肯定会漂漂亮亮 干液晶晶 所以就对 应该找医生捡 因为另一个徒弟陈思妹的扮演者中兴彤 一样沉溺在幸福中 首映里当天 阿娇的男友就专程赶来捧场 据说这位韩国籍同行也是个武术迷 曾试图和周星彤切磋武艺 不要差点乐极深杯 他很喜欢武术这些类型的电影 他一定会看的 他说他比我厉害 就之前他有尝试过 就是好像要跟我对焦 就不小心插到我的眼睛 我不会再跟他对答的了 本周同在香港举办首映里的 还有电影中夜杨家将 当天杨老令公郑少秋 带着戏中的五位儿子 郑一剑 余波 周玉铭 林峰 吴尊 帅气登场 由于电影讲述的是杨家将的故事 战争戏和武打戏 则仍然是家常便饭 从大郎到七郎 荧幕上各个跨马提枪风光无限 拍戏时却没少吃苦受罪 这不 眼惯了花样美男的三郎周玉铭 就抱怨说 起码实在太折磨人了 蛮危险的 但我们导演对动作的要求非常高 包括演员 必须真的真的要去操控一匹马 那要把马 控制非常困难 所以 但是我们还好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武术指导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快快地去适应镜头上面的武术的感觉 真刀真枪的喜马戏的确回来了危险 拍摄期间也曾传出过大郎真一件险险落马的新闻 但时过境迁 回想起那惊魂一刻 这意见却十分淡然 我留在这里 对不是我 为了杨家将 为了杨家将一切辛苦都值得 这大概是所有主创的想法 在武郎凌峰看来 首先小伤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重要的是要把戏拍到完美 其实难免呢 因为动作戏肯定会有一些危险性 也可能小伤也是免不了 但是为什么这是为了杨家将 这些小事儿 最主要是因为大家就是要一个怎么出来的效果 而且作品 而且大家基本上每一天去到去到现场就是大家就一条心 就希望把把每一个镜头每个动作都把它可以完美的去做到导演的要求 谢谢大家